请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大名叫亮晶晶 重名叫唐诗诗 小名叫小贝尔 用你这个小孩应该有的声音 快乐的声音 送一句祝福的话 送给你的家人 开始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祝他们平平安安的 过着幸福的生活和日子 那么今天有哪些熊孩子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我邀请现场的小朋友 来呼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各位准备好了吗 声音强一点 人小鬼大 欢迎大家 请教我公主 请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大名叫亮晶晶 重名叫唐诗诗 小明叫小贝尔 介绍就介绍吧 用得着这样理直气壮嘛 那么你到底叫什么 我叫亮晶晶 你姓亮吗 对 你爸叫什么 我爸叫唐 唐风 那你为什么不姓唐呢 因为我也姓唐的呀 唐诗诗 还好啦 我以为你爸叫明晃晃 那这样的话还押韵一点呢 你妈妈叫晕乎乎 好吧 你别问那么太复杂的事情 不然我有点不喜欢听那种声音 你觉得我应该什么样的声音跟你聊天呢 我觉得你应该帅气的声音和我聊天 什么样才叫帅气的声音呢 就像那些帅哥说的话 我知道我不是帅哥 我也学不了帅哥的话 那你告诉我 在你心目当中谁是帅哥 陈浩然 他是谁啊 他是我的同学 谢谢啊 我以为是谁 哪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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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他怎么帅了呢 因为他等我伤心的时候 他帮助了我 你碰到过什么样伤心的事情呢 我碰到过人家欺负我的事情 人家为什么 就人家还敢欺负你啊 人家为什么要欺负你呢 因为他们看我是一个公主 所以他们那个敢欺负我 看出来了 你有公主的忧郁症 好吧 你为什么是一公主呢 因为我很漂亮 我也看出来了 还有呢 还有因为我善良 这倒没看出来 你怎么善良了呢 因为我可以帮助小动物 有道理的 你帮助过哪些小动物呢 帮助那些小猫啊 小白兔啊 还有一些 你说话一定要是这样的声音吗 一定要把头递下去吗 这样我的声音更响一点 哎呦 哎呀我怎么觉得 现在像熟久寒冬 好吧 那你告诉我 公主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长大的梦想 就是我可以种月亮之花 再说一遍 我长大的梦想就是 我可以种月亮之花 你为什么要种月亮之花呢 因为这样可以 可以实现我们每个人 小朋友的愿望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的愿望就是我能变成一个又聪明又漂亮又美丽的公主 变成公主又能怎么样呢 又能人家为我服务 人家给我买裙子 你觉得谁会为你服务呢 我觉得那些对我好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为别人服务 一定要别人为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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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 我那个在这里时间多一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跟着我的话题 你觉得别人一定要为你服务吗 你应不应该为别人服务呢 我也应该的呀 你平时跟爸爸妈妈说话也是这样的声音吗 有点大不该可能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生一女儿多好 天天可以骨头塑掉 好吧 你爸爸最近还好 还好还好 有一点差劲 哪里比较差劲了 爸爸最喜欢打白苹果 那他做什么工作的 他做 他就是上班工作呀 作为今天的总结陈词 你能告诉我 你最爱的人是谁吗 我最爱的人就是 马 青 球 我以为他爱一匹马呢 那为什么你爱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男孩女孩呢 你猜猜 我猜猜他姓马 是吗 对呀 对呀 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因为他很善良 我觉得你也会很善良 是吗 对 那你还有什么优点呢 我不想听到那种很复杂的声音 对我也想 我也不想听到那种复杂的声音 我们小朋友说话还是 快乐一点好不好 好啊 对 说什么 哎呀 我人生是何等的失败呀 好紧张 您还紧张呢 我才叫紧张呢 好吧 最后 不许说您一个字 我谢谢您 爱国爱家好榜样 弟弟 你告诉我 你长大以后想干嘛呢 长大以后想当兵 为什么要当兵呢 我觉得非常佩服你 因为要保卫祖国 有道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爱什么 爱谁 国 爱国为什么要爱国呢 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 太棒了 我个人表示赞同 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小朋友都会佩服你 觉得你说的是最棒的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可以爱国呢 爱国就是热爱国家 你觉得做什么事情表示我们热爱国家了 纪念以前的革命烈士 其实我觉得你法非常好 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要爱国对不对 那小朋友除了爱国之外 还应该爱谁 长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爱我们的长辈呢 因为长辈是从小辛辛苦苦照顾我们 哪些人是我们的长辈呢 爸爸还有妈妈 和奶奶 好 就这些长辈我们要去爱的对不对 然后爷爷 你怎么样 什么行动 做什么事情表示我们去爱我们的长辈 帮他洗碗 比如从阳节那天我要和老人去登高 母亲节送给妈妈 我妈一个礼物父亲节 给我爸写一张祝福的信 你会祝福你爸爸什么呢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你这封信写过没有还是准备写 我是要准备写的 那父亲节早就过去了 那你要等到明年的父亲节来 就等到明年吧啦 反正也没事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举动不管哪一天哪一年都会让爸爸感动的对不对 好坚决同意你的观点要爱国爱家爱长辈 要不要我把这部组给你看一下 没问题我们来欣赏一下未来的中国特种兵最棒的部队的动作 开始 起步走 我怎么觉得同手同脚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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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预备准备好了没有 开始 转身走回去 说实话我还是看着别扭 但是精神头在的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个小朋友 太好了 那你知道奉剑社会你知道的是什么 我我不知道什么叫奉剑社会 奉剑社会就是那里有赵匡应那些 还有银正秦始皇银正和那个叫汉高祖刘邓 汉武帝刘彻魂武帝曹操 那你说了那么多古代的皇帝代表什么意思呢 说了这么古代的皇帝 我们人就是这些古代人的后代 我谢谢啊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们都是古代人的后代对不对 那你还没有解释什么叫封剑社会 封剑社会也就是从一个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 再叫封剑社会 这三种远古社会的历程 然后到了这个现代社会 师傅啊 那你觉得哪个社会更好一点呢 这个我是没法评了 当然是我们现代社会最开心了 对不对 对对 因为人和人都是公平的 平等的 我给你有一个称号 你现在是什么 你给我什么称号呢 我给你一个称号 等会 等会 我比较紧张 让我抖抖衣服 接受一下你的称号 你给我什么称号 眼镜蛇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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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齐外号的好不好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外号呢 因为你上面有个眼镜 还有眼镜蛇这种动物 所以我就给你起眼镜蛇了 哎呀本来蛮欣赏他的 结果起了个外号 让我从热点一直到冰点 不过这孩子还是很聪明的 谢谢你到来 再见 拜拜 拜拜 妈妈妈妈妈好好聊天 听说你是来自重庆的小朋友 对 你爸爸还是妈妈是重庆人的 爸 爸妈都是重庆人 好 那你告诉我一下 如果我们想学重庆话 你愿意教我吗 会 你先用重庆话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开始 爸 大家好 我叫韦芳 今年要买主学了 那如果我说一句普通话 你来说一句重庆话好不好 好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今天的天气真好 没有下雨 没有下雨 没有下雪 没有下雪 没有下雨 没有下雨 没有下云 重庆话雨不是云就是雪吗 但是会有雷电 但是会有雷电 然后会有冰雹 然后会有冰雹 大家要注意安全 大家要注意安全 该吃的吃 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该喝的喝 该睡的睡 该睡的睡 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看电视 看电视 看什么节目咧 曹童天下 太棒了 哎呀 你看过曹童天下吗 看过 真的 你觉得曹童天下 如果要提个意见的话 你会提什么意见呢 要问问题 问问题要问的 你觉得我的问题 问问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不对 对 好吧 我改正 那我今天问一些 有档次的问题好不好 好 请问什么是联合国 你觉得吗 我知道啊 哪里觉得 我知道啊 哪里说啊 这个我要问你啊 就是联合次的国 哪几个国家连在一起呢 什么 重庆最好吃的是什么 火锅 什么叫火锅 火锅就是很大的东西 什么叫酒宫阁 酒宫阁 就是酒里面的阁 酒里面的阁 叫酒宫阁 对 哦 那你告诉我 巧克力是什么做的 巧克力吗 嗯 巧克力吗 巧克力就是巧克力啊 没有什么问题 哈哈哈哈 好吧 什么叫跳槽 跳槽 嗯 在槽里面跳啊 为什么要在槽里跳呢 槽里跳 跳摔了不会成啊 哦 那槽是软的还是硬的呢 软的啊 哦 在槽 槽 哦 在槽里跳 哦 那什么叫撑杆跳呢 撑杆跳 就是撑着杆跳啊 没事为什么要撑着杆跳呢 因为这是你出的问题啊 哦 那哪些地方可以看到撑杆跳呢 在爸爸跳啊 在爸爸那边跳啊 在爸爸那边跳啊 就像在一个爸爸跳 哦 在一个空地上跳对不对 对 哦 我让你猜个谜好不好 好 就是猜一个城市的名字好不好 好 好 那就是喜事成双 就是我家呀 你家在哪里呢 在福林啊 你不是重庆人吗 福林就是在重庆的下面呢 哦 清楚了 好吧 我告诉你喜事成双的这个城市就叫 这个答案就是重庆 那请问你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吗 有 你想表演什么呢 被撕 好 开始 有子银 慈母无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离习命必封 一孔蛇子龟 身边寸草心 抱得三寸龟 你今天还有祝福的话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吗 有 请讲 我想对爸爸说 能不能不喝酒了 他经常喝酒吗 对 他为什么要天天喝酒呢 我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祝福的话送给你妈妈呢 我想对妈说 你能不能 天天不要吹喊叫 你觉得谁更懒呢 我觉得我爸更懒 好的 好 谢谢你带来 再见 再见 本节目战略视频合作伙伴爱奇艺 也可以下载啪啪奇APP 上传和分享你的潮头一课 想和宝宝们沟通 首先得听懂他们的语言 别跟我谈条件 我就是喜欢穿着小服装 跟他们谈判是这样的 碰上两个吵得正气劲的宝宝 他们的外星语言 谁能听懂呢 而宝宝们的行为 也是异常地让人们无法理解 宝贝 你是在学狗狗舔鼻子 还是饿了想和奶奶的 婴儿界的BBOX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才华 32个赞不会去点上 或者偶尔出现一个 比比界的武林高手 看着架势功力应当 相当深厚啊 你们可别小瞧我们 偶尔发起标了 可是要你们把他看到 都说了我不喜欢运动 还偏让我练习抬头的动作 阿满你这不是诚心为难我吗 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你还是饶了我吧 我觉得妈妈说得挺对的 多多运动对身体好 你跟我来 说说成语 我现在要请到的是 韦达招募站广东的小朋友 你是来自广东的小朋友 对不对 对 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胡心悦 今年七岁了 你在广东哪里 我在广东江门 江门 你是生在江门吗 不对 我生在上海 你生在上海 那为什么生在上海 反而去到江门呢 我的名单被签到江门去了 那么你今天这个打扮很有意思 为什么戴了一个网球帽 或者是棒球帽呢 这个不是网球帽 也不是棒球帽 这个是遮太阳的帽子 那现在没有太阳怎么办呢 就拿来玩的 就拿来是做一个造型嘛 对不对 我觉得好看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好看 本来被开尾 欢迎来自 维达上海招募站的小朋友了 来 你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伍佩豪 今年几岁了 今年六岁了 在哪里上幼儿园 在龙山幼儿园 大班 清楚了 大班就是要上小学了 对不对 你告诉我 人为什么要天天去学知识本领呢 因为不学好的本领就 长大了工作就不好了 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因为 正前养以后的宝宝 您现在都是别人的宝宝 已经想自己的宝宝了 你觉得一个人几岁 可以有宝宝了 我的 22岁 您倒是法律学得很好 倒还真是22岁 可以有宝宝了 你觉得你以后的宝宝 你会给他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我要看他生出来的情况 你觉得生出来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比如说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我就给他起始始维用的名字 你今天什么节目要表演吗 背一首诗 好 请起立看前面 早上起来 我看见荷叶上有一颗珍珠 这颗珍珠又大又圆又明亮 碧绿的荷叶像个碧玉盘 乘着这亮晶晶的珍珠真好看 过来一会儿太阳出来了 荷叶上的一颗珍珠 不见了 它去哪儿了 我知道 它变成了水蒸气 飞到天上去了 金星就是好 你好小帅哥 你好金蕊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古林金蕊 你是来自哪里的小朋友 广东 广州 在我小时候 或者我们上学的时候 很愿意去学广东话 就是粤语 应该可以唱歌 其实我很愿意 让你介绍一下自己 用广东话来说 可不可以呢 我广东话只可以说一点点 没问题 你能说几句就说几句 比如说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谁呢 古林真黑 好吧 但是我觉得你的广东话 我也没有听懂 那你告诉我 平时你是说广东话多一点 还是普通话多一点呢 普通话多一点 我知道广州 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现在广州哪里最好玩 我不住在广州了 那你已经移民了 你去到哪里了 那我去到广州靠近一个 是叫江门 你住在江门了 对 那江门和广州有什么区别呢 江门小一点 广州 因为是广东的省会 什么叫省会 省会就是 比如说福建的省会是福州 山东的省会是济南 那我再考考你 那么江苏的省会 江苏的省会 南京 那么河北的省会 隋家庄 内蒙古 库河浩特 新疆 乌龙木齐 那么东北有三个省会 分别是哪呢 黑龙江 黑龙江 辽宁 还有 吉林 那么他们三个省的省会 分别是哪里呢 黑龙江的省会是 浩尔滨 吉林的省会是长春 然后 辽宁的省会是沈阳 聪明 你记性还真的挺好的 那请问 那么广西的省会 南宁 你怎么都知道 四川 四川 成都 我听说我做过功课 我知道你是一个地铁达人 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到一个城市 所有的地铁都记得住的 那上海的地铁书吗 只知道几个 你知道一号线还是几号线 一号线 二号线 还有 那么二号线 九号线 二号线是从徐静东到广南路 我还讲不讲事 跟他点点头 二号线我一点都不熟 我都没有做过 好吧 那请问 我一号线 要换成二号线 在哪个站下比较合适 这个在仁明广场 那么九号线 怎么样换成一号线的 在徐家会换 你还真知道 这个我知道了 九号线换一号线 你今天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我 我有一首歌要分享给大家 我们很愿意跟你分享你的作品 好 开始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长出了我事 今天是个伟大的词 摘下星星送给你 摘下月亮送给你 蓝胎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烂热 自己只为教练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小脸温暖 我的心窝 天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廖河 开满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着 家里面点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先说你爸爸有什么特点吗 从外观上讲 光头是个丑八怪 为什么爸爸是个丑八怪呢 因为他是光头 光头有什么不好呢 因为他有时候跟我妈妈打着玩的时候 打得太重了 爸爸妈妈经常一起打架吗 对 有战争的 是闹着玩对不对 对 但是爸爸打妈妈太用力 玩就玩呗 这个男人实在是玩不起啊 他为什么要那么用力打妈妈 不是 我爸爸 他有时候脾气太坏 打得我我和妈妈落花流水 这个形容词用的不太合适 你和妈妈 等我和妈妈长大了 就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 妈妈还会长大吗 那家伙 越长 就忘记了以前打我和妈妈的方式 这孩子已经把爸爸叫做那家伙了 可想还是平时打得有多厉害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爸爸是闹着玩给你打的对不对 对 也是闹着玩跟妈妈打的对不对 对 那既然闹着玩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他要那么用力干嘛呢 因为他不知道 那么妈妈喜欢跟爸爸这样的互动吗 有时候跟他打着玩 但是我爸爸以为是真的 你觉得爸爸这样打打打打的玩真的了 欺负妈妈好还是不好 不好 那妈妈会怎么样跟爸爸说呢 妈妈会恨爸爸 那次恨爸爸的时候 妈妈都忍不住摔破了玩了呢 我觉得爸爸可能失手了 把妈妈打痛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开玩笑一定要有一个度 要适考而止 你说呢 对 所以以后他们要再闹着玩闹着玩 你会怎么样劝他们呢 劝他们以后别打架 没错了 好吧 那他们两个应该怎么样 好好相处 怎么样才能好好相处呢 妈妈从来没跟我爸亲过 这个是家务事啊 我也不好意思问呢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妈妈从来都亲过我 那没问题 我觉得亲谁都表示喜欢谁 对不对 那爸爸也应该亲你 爸爸拥抱一下妈妈也是应该 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长大以后想干嘛 当发明家 好的 发明什么呢 发明一些交通工具啊 或者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谢谢 这里是伟大朝通天下室 Dr.King 你可以叫我金博士 我更愿意你叫我Dr.King 我们这里传递的是小朋友的心声 看看能不能帮到家长 做一个完美的家长呢 我们今天有六位穷孩子来到现场 我们一一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欢迎 珍珍 太棒了 欢迎 瑶瑶 欢迎 Joy 欢迎 Yoyo 欢迎 大瑶瑶 欢迎 欢迎 露露 时间过得真快 从7月1号开始放假 马上马上就要开学了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一定会有开学恐惧症的 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呢 我们先来通过录像来了解一下小朋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原来去幼儿园的时候每天都哭 我我压着妈妈说不要走 第一天是奶奶送我吃的 我拉着奶不让她走 我第一天上幼儿园有点害怕 我把小朋友给欺负我 第一天上学教室里感觉有点很害怕很想念妈妈 然后我就哭了 我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不认识我自己的床 我第一次上了幼儿园我哭了而且哭了一个月 我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爷爷奶奶走的时候我很难过 我想来问现在的小朋友 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们愿意上学去吗 愿意 不愿意上学去的请举手 既然还有胆子这么大的 行举你告诉我为什么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不愿意去学校呢 家园小朋友会欺负我的 那么你经常被人欺负 你有没有告诉老师呢 那老师怎么说呢 说人家怎么可以打人呢 对啊 来问一下珍珍 你也不愿意去上学对不对 有一点我愿意 不愿意的这个方面是哪方面 我感觉星期一到星期五很慢很慢 才能放假 所以你觉得这个漫长的学业开始了 对你来说也蛮纠结的对不对 那么悠悠呢 我毕业了 幼儿园毕业了 就开学要上一年级了对不对 不对中学上好了 你玩我呢 您还是中学上好了呢 你是中班上好了对不对 要上大班了 你什么问题这么多的呀 我当然就是 我就是一个话牢呀 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暑假过后 你去哪个班上学 两年级 一年级生两年级 三年级生四年级 好吧 据我知道你是中班生大班 大瑶瑶你开学上几年级 开学上二年级 开学上二年级 好 露露你开学了上什么班 幼儿园 一年级 好吧 我一年级我讨一课 但是我特别讨厌一儿 那个小学里写字 要学好多作文 而且暑假还要做功课 气死了 好的 现在大家看着我 我要问一下小朋友的记忆力 好不好 你们还记得当年 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情况 还记得吗 想一想 想好的 请告诉我 问一下 悠悠你记得当初第一天去幼儿园 谁送你去的 多送我去的 谁哪些人送你去的呢 一家人多送我去 问一下露露 我老师去天天不高兴 你为什么天天不高兴去幼儿园呢 因为学的东西太多了 根本没时间玩 好的 那么瑶瑶你告诉我呢 谁送你去的幼儿园第一天 呃 外婆 哦 那你女孩子肯定哭鼻子了 对不对 有没有哭 没有 哦 那么在没有上幼儿园之前 你们有没有想象过幼儿园 是怎么一回事 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呢 露露 我想像幼儿园 我想我一定会碰到一个跟我最要好的朋友 太棒了 所以说像幼儿园也有好处的 可以交到好朋友 小瑶瑶你告诉我 在没有去幼儿园之前 你怎么想象幼儿园的生活的 老师到我们家来的 老师到你们家来干嘛呢 老师到我们家来报名 我参加他们的班 哎呦 老师到你们家报个名 一定要做你的班主任 老师也是够可以的 好的 小瑶你告诉我 你没有去幼儿园之前 谁跟你说过幼儿园的事情吗 没有 那你怎么想象 你自己愿意去幼儿园吗 当时 嗯 不愿意 那么你当初 想象幼儿园是怎么样一个生活呢 生活就是想朋友跟我玩 好 你觉得幼儿园会开心还是不会开心 当初没有去过之前 嗯 会开心 会开心 那么现在你去了幼儿园 觉得幼儿园开心吗 好吧 那么又又告诉我 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我能告诉你的 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想真的 应该幼儿园里拆了 然后重新盖 哦 为什么 不是 我是想的 想象的对不对 认为上幼儿园好的 请举手 我就知道九一是最后一个举手了 因为他横竖觉得上幼儿园没什么好 好吧 现在都觉得好了对不对 想一想 上幼儿园为什么好 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 这也是说给电视机前的 即将步入幼儿园学校的这些小朋友听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再过四五天 你就是第一天成为正式的光荣的幼儿园的学生了 你是不是会害怕呢 你是不是会担心呢 其实幼儿园和你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 在这里呢 我们六位哥哥姐姐 会给你一些祝福或者经验 告诉你们幼儿园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先从露露开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不要害怕去学校 学校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如果你们建了学校 如果那些温柔的老师会对你们很好 而且那边的小朋友说不定还会跟你一起玩 太棒了 老师好 同学也好 对不对 大摇摇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我想告诉你们上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们上学可以是好朋友 还能和老师一起学到特别好的本领 非常棒 悠悠 你告诉小朋友什么 这些小朋友们不要害怕去上学校 如果有害怕的东西 同学会保护你们的 厉害 Joy 老师会保护我们 你们还会 同学打我 还会告诉同学不能打了 好的 老师会保护我们的 对不对 很好 小瑶瑶 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每天都可以睡觉 为什么不在家里睡觉 一定要到幼儿园睡觉呢 因为幼儿园 幼儿园的饭比较营养 真的 哦 那么我想反过来问一下Joy 你喜欢在幼儿园睡觉吗 嗯 真的 不喜欢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在幼儿园睡觉 好吧 最后我们问一下蒸蒸 我希望小朋友们以后要开开心心的上学 我最后再祝福一句 希望你们能健健康康的 哎呦喂 你把我的话都说完了 还要主持人干嘛呢 但是我特别感谢在场的六位小朋友 一定告诉大家上一幼儿园是快乐的事情 上学也是快乐的事情 如果同意我的话全部举手 耶 再过几天就是开学了 希望小灰可以快快乐乐的来到你的幼儿园或者小学 进入新的一个校舍 学习新的知识 爸爸们的人生大部分都在吃和睡上面 他们吃完了睡睡饱了再吃 只是偶尔打瞌睡的时候可千万得选对地方 不然就会呈现这样的惨状 但是对于吃货宝宝们来说 睡和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连吃连睡可是我的强项 吃和睡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步都不能帮助到 出于半忙半醒状态的他们 也不想放下手中的食物 哇 这果汁真是太可口了 我现在还不想睡 再让我吃两口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是这样吃西瓜的 贝比姐的吃货鉴定完毕 当谈吃的宝宝遇上酸泥萌 就会出现各种呆萌的状态 大家起来 bleeding 脾气 啊啊啊啊 东北小萌宝 你是来自哪里的小朋友 东北那个啊 我就感到亲切啊 所有来自东北的小朋友 在我这边都有一个特别的方式 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言下之意我是多余的 好吧 开始 大家好 我是人家恋爱 花价花开 车见车爆开的 少便宜今天我 三岁半老 我是台力宝宝冠军 也是最佳上镜宝贝 毕老爷都是我朋友 上海四天 我会爆 有一个人我不熟 你刚讲的那个什么老爷 毕老爷 他是谁啊 我怎么没见过 金光大盗 哦 跟你开玩笑了 你凭什么讲毕老爷是女朋友呢 因为我见过他 哦 他见过你吗 见过呀 那你告诉我 毕老爷喜欢你吗 喜欢他 你凭什么讲他喜欢你呢 见过他 他就说我喜欢我 不是我说的 哦 是他说的对不对 对 那我们俩今天算是见面了吗 嗯 真是不容易 此生总算见面了 那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对 我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你想我 今天分开之后我会想你的 前提是你表现好 对不对 对 如果你表现好 我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 你送啥呀 你如果表现好 我帮你拍一张照片和影 你愿意吗 好啊 我倒担心你说不愿意 我一点都下不来台 其实我很高兴 今天你从东北来到上海 对不对 你是来自东北哪个城市 长春 哦 长春 那长春是没有冬天的对不对 常年都是春天是不是 是 还是真是这样 我 我们 我们长春 冬了还没有滑雪呢 真的 真的 别人为什么愿意在电视里看到你 因为我长得帅 我倒真觉得你还是蛮帅的 如果你万一不能成为巨星 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还是开心的 妈妈离我玩我就开心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不管成为什么 开心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 到上海参加我们这个 东方卫视的朝同天下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想观众支持我 喜欢我 记住你喜欢你太棒了 我相信我今天见到你以后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 因为你表现太好了 好 我们的访谈就结束了 可不可以呢 为什么不摇头呢 我想 你还想干嘛呢 我想给你多烙一会儿 声音响一点 我想给你多烙一会儿 你给我多烙一会儿 烙什么呢 什么叫烙啊 我不懂 烙一会儿跟你说话 说话 可以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海水里有盐 好 今天想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呢 忐忑 还有 还有最喜欢民族风 还有小天国 太棒了 你再告诉大家 让大家记住 你的名字是 邵 天 艺 我们今天跟聊挑的是 来自东北的邵 天 艺 我个人非常喜欢来自东北的小朋友们 因为在之前 或包括以后有很多节目当中 我们会欢迎很多东北的小朋友 来到这里展示他们的才华 接下来要登台的是 少天艺 好 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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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等待等待等 爱也有 苍茫的银鸭是我的爱 绵绵的清真就像花睁开 什么好的节奏 是最压的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怪 弯弯的河水用天上来 流下那弯子接红一遍海 哗啦啦啦歌要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比就比唱才是最期待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名才 这么慢就要你留下来 留下来永远都唱着 是谁当你赌宝 是胸贫贴后碎月的姿态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电视里一定要有广告 没有广告就不能买东西 因为电视机也要休息一下 不然的话电视机很热会爆炸的 因为那些人要卖掉他们的那些东西 所以也播点广告出来 因为广告的时候就是让眼睛休息一下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节目会有空心 不是只能用广告来填补 因为是让我们在身体休息一下 或者出去玩玩 不能看的电视它就结束了呗 因为如果没有广告的话 一般做广告公司的人就赚不到钱 你爸妈是做广告的是吧 破坏王叔叔又在司机行动了 这一次他要偷偷弄坏宝贝们手中的气球 他们将如何应对这突发情况呢 我爸爸正直的我只要只要一看电视他就 女的广告王好爱你吗 爱我说 爱你啊 爱你啊 下午 下午 哥 下午 下午 爱就 爱好 偷偷的 听一下 怎么会这样的 他们会 怎样 长期 choir 好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弄的 我只拿到很緊他就跳 明星就只上過電視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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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弄 Dang Dang 這樣那就瀚 要眨 要啊 可是這是什麼 我上了 我抱着的 我爱妈妈 你还爱谁呢 谁把我的技巧弄交了 在下面 我爱妈妈 那么是不是特别新冠军 所以你好 好想你 你小妹妹是没有叫小妹妹 小妹 好 后面有人 我看到这个字进过 真的 是不是有人啊 宁宁 我已经找到了 是不是你 宁宁 怎么回事 怎么这个固然时间断了呢 实验到这里结束了 对不起 宝贝们 跟你们开了个玩笑 看来很多小朋友 遇到突发情况 还是可以冷静处理 探明原因的 聪明的潮宝们 表现都太棒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请到了一个小朋友 非常的复杂 复杂的话就是说 他出生地和生长地 和现在的居住地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来听他聊一聊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世晓松 今年八岁 来自河南省松山少林寺 但是我知道 你出生地不在河南 对不对 我出生在新疆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在东北 那你告诉我 那么多亲戚朋友 包括你爸爸妈妈 你觉得绝顶聪明的一个人是谁 我爸爸 你爸爸为什么聪明绝顶呢 因为我有的时候 我不是去新疆上学了吗 是 然后上学的时候 我有些题不会 然后我爸爸教我的 他全会吗 他会 他现在是在新疆上班吗 对 那你现在在河南少林寺 对 对 你们是碰不到的 对不对 碰不到 不过有的时候 我爸妈要是一年 有的时候可以见到我爸妈去 我能不能很冒昧地 问你一个理由 如果你可以的话 希望你实事求是跟我讲 你爸妈为什么要把你 送到少林寺去呢 这个简单了 就是 您还简单呢 我想想挺复杂的 你说说看 我小的时候有鸡胸 就是爱生病 然后医生让我扩胸 这样扩胸 后来我爸爸妈妈 就让我去练功了 然后后来去的少林寺 一去就去到少林寺练功了 先在别的地方练 后来去的少林寺 那么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少林寺是一个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的地方 凭什么少林寺就收你了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阿姨嘛 当时我去香港打比赛 那个时候你已经学武术了 对 你是在新疆学的 后来去的少林寺 我 在新疆学武术到香港比赛 遇到了一个阿姨 然后呢 后来去找了一家阿姨 然后阿姨说 要不你去少林寺学吧 后来我就去了少林寺 感情人生当中 第一贵人就是这阿姨啊 这阿姨叫什么名字啊 我也不知道 你一辈子得记住她 这个阿姨现在 还跟你有联系吗 现在不怎么见她了 我们寻人启事 这个阿姨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你 实在是因为你的帮忙 这孩子去了少林寺 这阿姨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几个字的 三个字 三个字的 她是哪里人呢 是在香港见到的香港人 还是 香港人 香港阿姨 这个节目香港也看得到 我来找她一下 她长什么样 反正我是要戴个眼镜 反正她应该记得你 对不对 再说说你的名字 我 我就叫李思瑶 然后反号叫士小松 李思瑶 对 好 那是我的真名 你的真名叫李思瑶 李思瑶 香港的同胞一定要关注一下了 如果您帮助过这个李思瑶 去到少林寺的话 我们再找您 现在他有法号了 可能当初你还不知道 他有没有法号 你的法号是 施小松 施小松 厉害啊 这个 奥弥陀佛问一下 这个施小松 这个法号 谁帮你取的 师父 师父起这个名字 有什么含义呢 应该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像小小的轻松一样 越来越挺拔 好像是说像小松树一样 就是怎么说 就是成长得特别好嘛 同意啊 那你告诉我啊 现在在少林寺学武术 和在当初在新疆学武艺 有什么区别 我在新疆学的时候 就是老师呢 就是教我 教我一些 他没教我拳 然后后来去少林寺 他们教我了拳 这个拳就是拳法对不对 对 我以为新疆没有教拳 只教了一部分 好 那你现在一个人 可以打几个人 然后 不打人 不打人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 学武艺不打人 不打人干嘛要学武术呢 不打人为什么要学武术 强身健体 有道理 没有被我套进去 那你现在强身了没 强身了 真的 我这个鸡胸好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武术 给你带来的最大的一个 一个好处就是 身体越来越好了 对 是这样吧 好吧 那其实我特别佩服你 学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 对不对 其实少林寺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你方便告诉我们 早上起来到睡觉 你整个一天做些什么事 做些比如说 你几点起的 四点二十 四点就四点了 还来个二十 为什么一定要是二十呢 四点二十就已经开始送经了 所以你必须的四点十分就该起了 哦 这个意思 送完经之后呢 呃 就是吃早饭 有有喝粥 喝粥 吃菜 好 然后 呃 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是五六点了 对不对 呃 六点了 六点了 六点多 好 吃完早饭呢 吃完早饭就可以回去休息 继续睡觉啊 可以睡觉啊 哦 可以睡着回笼觉啊 不 不过就睡不了多段时间 哦 那大概睡到多久呢 睡到几点呢 睡到八点 睡到八点 哎呦 呃 应该按 要 应该仔细地说 应该就七点多 七点多 好 然后起床 再一次起床又干嘛呢 又练功 又练功 那是一对一 还是一对多 还是多对一 呃 就是一个班 一个班练 练到几点可以吃午饭了呢 呃 练到十点半下课 然后也是休息会儿 要不吃完 就是练了功直接吃饭不好 是 同意 嗯 那么就下午再练 练好再晚上休息了 对不对 对 几点睡觉 大概十一点十二点 那么晚睡啊 对啊 吃完晚饭到睡觉 你们干嘛呢 吃完晚饭到睡觉了 练功啊 哦 还是练功 不 就是晚上还有练功嘛 OK 清楚了 晚上练功六点 六点二十 练到 我们最晚的话是十一点 那其实我 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遗憾啊 是什么呢 那你现在对于这个其他小朋友这个玩的东西 你都没有玩到或者很少去玩 那你平时有没有可能去玩iPad啊 或者是看电视呢 说直接点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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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感觉我的问题也挺幼稚的 为什么幼稚呢 因为我现在还玩玩具吗 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iPad吗 知道啊 哦 那么你觉得iPad很幼稚吗 还可以吧 不过 不过我不玩 我弟在玩 那你们平时除了练武功还上学吗 上 上一次也上学 也上也学习的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学校嘛 OK 你们还学文化课吗 学 OK 清楚 那么你告诉我好 你长大以后有没有想过 等你长大了 你会做什么样的自己愿意去做的职业呢 你知道什么叫职业吗 知道 OK 请解释 我觉得是武打吧 还是做武打 嗯 是做武打的专业的武打师 还是去做演员武打 还是在少林寺一直 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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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武打 OK 然后也还是少林寺武打 就一直要在少林寺了 看员 随员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 没有一直跟你爸妈在一起 你不想他们吗 嗯 不想啊 小的就是刚进少林寺的时候 每天想那么的哭 是啊 后来慢慢过了一段时间 就好多了 那么现在你们家 除了你一个孩子 还有其他小朋友吗 还有我弟 弟多大了 呃 应该说四岁了吧 快了 是不是你爸爸妈妈 见不到你又生了一个弟弟啊 不是啊 哈哈哈哈 好吧好吧 那你能告诉我 这个中华武艺是世界上 是最棒的对不对 那么其实 比如说 棍啊刀啊剑啊枪啊 拳啊 你觉得啊 你最精通的是什么 应该是拳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学了很长时间的拳术了吗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好 那你今天愿意展示一下 给全国的观众是哪一套拳术呢 呃 最拳 最拳 好 最拳是我小时候看这个少林寺的时候 李连杰表演过的最拳 那今天童韵也是来自少林寺的 我觉得比李连杰还要帅的小帅哥 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精彩呢 稍事休息给您带来最精彩的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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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er 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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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我们的笑声是最惹人爱的 他们的笑声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笑声这样你的肚子里 是装了一个抵了娃娃吗 想听到宝宝们的笑声 其实特别容易 所以你得发出点气震的声响 打喷嚏也能让他们乐猜花 其实是在快哭的时候 一个喷嚏就可以让宝宝瞬间迫及微笑 这位爸爸妈妈们 新技能太知道了吗 那时候宝宝们总是 对中午的一切事物都无比好奇 爸比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太可笑了 你怎么听不下来啊 如果这些技能 你都学不会 选择一个好的当初 也是高小宝宝的关键 吃饭用的勺子和碗 也是绝妙的搭配 宝宝 今天的美食还满意吗 顺便的瘦子也得利用起来 宝宝也别傻笑 我是叫你快点起来 立正稍息正好 和爸爸玩游戏的时候 也能如此高兴 各位爸爸妈妈们 赶紧回家逗宝宝吧 厉害 那什么叫圆周率呢 圆周率是多少呢 圆周率是3.14159265355 那你今天愿不愿表演一个节目 老游戏 马小切 马来轻切 马有点 老星人 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生苦呀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数学小达人 我今天小朋友很奇特 他有一个非常不一般的能耐 就是像他这个年龄呢 还应该不了解 但是他了解很多数学方面的一些特色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π π是圆周率 厉害 那什么叫圆周率呢 圆周率是多少呢 圆周率是3.14159265355 漂亮 谁教你的 爸爸 你背了圆周率有什么好呢 你觉得为什么要去背这个圆周率 算圆 算圆 好 那圆怎么算的呢 有七米就是3.14159265355乘以几 是这样的 就可以算出这个圆的什么 周长 您还知道周长呢 请问1分之1加上1分之1等于多少 等于2分之2 那么等于多少 等于1 漂亮 那么请问1分之1加上1分之1等于 等于3分之2 增加一点难度好不好 好 请问1加上1分之1等于多少 1.5 1.5 聪明 凯莱你爸在后面已经教过你了 好吧 爸爸是做什么的 爸爸 爸爸就是去赚钱 他做什么工作可以挣钱呢 我不知道 李白是谁啊 是一位诗人 是一位诗人不错 他写了什么诗呢 呃呃呃呃 李白写了呃呃呃 好吧 爸爸的换习惯 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雨昕 几岁了 五岁 在哪个幼儿园上学 在松莱中兴幼儿园 那爸爸叫什么名字 爸爸叫周亚军 那他做什么工作呢 他上班 他在哪里上班 不知道 他喜欢你吗 嗯 喜欢 他爱你吗 嗯 他为什么要爱你呢 因为他就是老是亲我呢 他为什么要老是亲你呢 因为他就是亲我呢 你喜欢被他亲吗 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嗯 因为 因为他亲的有口水我 所以就不喜欢 他经常亲你哪儿呢 亲我脸呢 所以我觉得爸爸是爱你才亲你的 你同意吗 同意 哦 那你喜欢爸爸吗 喜欢 那爸爸有什么缺点吗 嗯 有 他老是挖脚写 然后挖得出血 哎呦 我已经后悔我问这个问题了 可能大家还在吃晚饭 他经常挖吗 不是 他只有睡觉的时候挖一次 哦 那他不怕痛吗 不怕 你觉得他这个习惯怎么样 很坏的 所以你下次再见到他 有这样的动作 你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就劝他要保护自己的脚 不要经常挖 对不对 对 那妈妈有什么好习惯呢 很爱我 哦 那妈妈有没有什么小缺点 我们希望她可以改正 没有什么小缺点 哦 那你有什么缺点呢 嗯 我就吃手了 然后现在就不吃了 你为什么当初要吃手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我长大了就更加吃了 好吧 那你今天愿不愿表演一个节目 有 开始 黎老老老老老老 记底轴 切底轴 老老老要去马唉扶子 马哭小菜 马 那青车马有条 马好有条 美加鲜 years ol 灰烂老 灰烂老 不要常常做好的蝟蹄教 謝謝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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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爸爸夢總是對外面的世界 充滿了未知 于是一刻都 呈現呆猛傻的狀況 這位寶寶想用盡力氣 嘗試一下翻出自己的嬰兒床 結果卻是這樣的 爸爸不要急 現在你的力氣 還是太小了 這個奇怪的聲音 到底是什麼 妈妈给你过来保护我 我还怕 睡觉的时候 也要被爸爸的汗声吓醒 怎么整天雷的声响 让不让人家好好睡觉了呀 你买的玩具 也能让小宝宝如此惊恐 这五颜六色的秋到底是什么 太吓人了 你们可别飞出来了 或者被芝麻街的L猫吓得 直接快要哭过去 那怎么不在电视里好好待着 他们出来了 你别靠近我 赶紧走开 要是和家里的猛虫 也成了欺负宝宝们的凶手 苗星人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想要惹我 很严重 苗星人我知道你喜欢我 可心里也不能这样生酷呀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对于镜子里的自己 他们也是无比的好奇 这位兄弟 别老在里面待着呀 出来跟我一起玩呀 我爱跳舞 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了一位来自胡州的小朋友我们先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请开始 大家好我叫赵启成今年六周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跳舞走秀我的身高是一米二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大家 也谢谢你的到来 但是你这个打扮是精心设计的吗 谁帮你这个做了这个造型的准备呢 这个是到衣服店里去做的 头发是我妈帮我弄的 你不觉得你如果这样打扮出去的时候 有时候人家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出去的时候人家都叫我女孩 如果当别人误会你是女孩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会说我是男孩 同意我们就是男子汉对不对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你的打扮导致别人误区误认为你是女孩呢 是因为头发的原因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是头发的 那你为什么不剪一个短一点的呢 我头发很长也扎着一个辫子 所以人家都叫我女孩 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免别人误会你就剪短一点 一看就是一个男子汉呢 我就是会 坐在那里不动 而且你现在喜欢自己这样一个造型吗 喜欢 管她的喜欢就行开心就好对不对 刚才说你喜欢唱歌跳舞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喜欢一些演艺圈的哥哥姐姐呢 我喜欢中国新生代的几个学员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学唱歌学跳舞也好你为了什么呢 十岁就我就想学唱歌我我跳舞考级到六级我就不学了 那为什么考到六级就结束不学了呢 因为我要学民族舞 你你现在学的是什么舞 现在学的是嘻哈舞街舞 那为什么要转去学民族舞呢 因为我爸妈说我静不下心来 那民族舞就能静下心来吗 因为因为不是很多时候放音乐 好吧 那你今天愿意表演什么节目呢 街舞 好 开始 layer 付出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